嗯 那比較偏下方一點點 是 現在看到一個橫的路徑 然後各隊伍開始來做散步的跳傘 然後來看一下 LIT跟這個TTS是 跳到了同一個地方喔 等一下勢必會有一場精彩的搶編 哇喔 這是學校對學校的對決囉 來看一下究竟誰才是我們最強PMPL的學校隊 這裡 欸 完了 倒地 率先倒地的是LIT啊 東太 可以啊 直接是把這邊的強權 一對一的對決贏了 是 先收下一顆人頭 自己狀態雖然沒有很好 但是趕快補一下 目前有人數上的優勢喔 對 有人數上的優勢 不過這在房區喔 掩體是非常的多 而且這個圖的房子 地是都非常的複雜喔 有很多小窗啊 然後可以逃跑 對 很多小窗可以去做對槍啊 逃跑等等的喔 在這種小的這個地形裡面 其實我覺得有一點也是滿有趣的就是 大家可能在小圖 或者說是在做決賽圈的話 有些選手會選擇拿衝鋒槍啊 因為打近距離嘛 但有些選手會選擇拿狙擊槍 因為我其實狙擊槍的爆發力高 傷害很痛之外 如果近距離我能夠一發把你給爆頭帶走 那我是不是就BAM 直接先收一顆頭 就變成是我的TTK其實是比衝鋒槍更短的 但是這是另類的一個思維啦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圈呢 是收在偏上方喔 跟那個飛機航線完全不同的位置 來喔 IT這邊想要先收這個動態 兩邊的交叉槍線喔 把人逼到了牆角 直接收掉了這個人頭 那真是一個你來我往喔 欸 Winter 不愧是昨天第一天比賽的這個 算是擊殺王之一喔 直接拿下了對面的人頭 現在也是變成1比1嘛 對 那 不過可以看到圈是收在比較上面喔 所以說 東泰跟這個LIT可能就要趕緊跑圈了 不然很有機會會在圈邊被那個 卡好位置的人堵死喔 是 尤其是在小地圖的話 在圈內的隊伍優勢會更大 非常的大 因為大部分的人在小圖都會喜歡 就是蹲那個圈外的人 因為這圖圈真的很痛 第一圈其實就偏痛 嗯 了解喔 而且 因為這個地圖小嘛 比較擠 大家都擠在一起 那你已經先搶好位置的人自然就比較有優勢嘛 別人要擠過來 你不用去擠他 嗯 來看一下 AG這邊是要準備移動 那 AG的位置非常的好喔 它是在圈的正中心裡面喔 其實不太需要去做跑圈的動作喔 現在可以看一下他們會選擇哪一個地方來進行蹲點 對 我真的很期待 AG的表現啊 因為他們今天好像還沒有完全開壺 雖然有拿下一些擊殺 但是總覺得好像分數還可以再往前去推進一波 以他們之前的表現來說 沒有昨天那麼亮眼喔 感覺還可以更好 對 因為其實 來看一下 J.O.P.Ziff 上來都打很夠 欸果然怎麼才講完G那一句 直接是秒準了 兩倍的M4 哎呀 漂亮啊 打掉勵志的選手 漂亮喔 現在先拿下一個擊殺 他算是一個中距離的一個擊殺 對 而且他是低點打高點喔 是 抓到一個機會喔 遠距離的壓槍也是把握度很高的 先打出了第一波破口 我來看一下現在 AHQ是在真的比較核心 對 來看一下這裡 UNG COCO 高點 Coco抓到了小七的位置 直接一波彈夾的掃射 對 這是一個在屋頂上的一個探頭位 因為你只會露一顆頭 然後人家是打不太到你 但你卻可以很好的去清掃前面的敵人 甚至觀測好前面敵人的情報 喔 又抓到了另外一個人的位置 那等於是AHQ兩名隊員的位置 已經暴露在Coco的槍下了 是 這邊很容易可以打好喔 但要怎麼再來做抑制呢 難度有點高 不然是用狙擊槍可以把Coco放著 這邊如果沒有煙霧彈很難跑喔 對 AHQ的角度來說 他們現在 我看他們有兩個選手已經過河 然後兩個選手還卡在了 對 被Coco卡住了 自閉城裡面 是 小智 AHQ的選手 對 他們這邊已經過河了 他們現在嘗試著轉移陣地到左側的地方 那UNG也打算要往 欸 UNG這邊是打算往右側走喔 因為UNG其實是比較靠近圈邊 他們很有可能想要來先收圈外的人 嗯 而且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圈外的人進圈的節奏也是很慢 他們可能擔心說 因為會一直遇到人 我們當然要先且戰且走 先觀測好 然後再往前推 觀測好再往前推 不敢貿然直接大決推進 AG這邊是直接來到了度假村欸 是的 直接來到Paradise這裡 度假村的位置喔 ND的選手 喔 那這兩隊可能要強勢碰頭了喔 各在一方 這邊平時也是我最喜歡跳的地方 因為挺肥的 喔 度假村是不是 沒錯 可是通常下來就是一堆人 欸 我們來左下角空投獎勵 大家趕緊掃碼掃起來 是的 空投獎已經出來囉 大家可以掃QR Code 或是輸入下方的序號 都有機會拿到我們的空投獎勵的 喔 這裡有一個小小的遊艇 LIT的偉紅 直接弄遊艇然後來到 本紅小遊艇從左側喔 一路走海線喔 要來到了左上方的這一塊 小塊的這個區塊 那他進去之後 他是三個人是變成說二一分點喔 他在一個比較前點的位置 很有可能會在圈邊喔 遇到JUP整組喔 非常的危險 是的 不過目前還算有一段距離啦 畢竟還有幾個房區的距離 所以先讓偉紅這邊探好情報 然後把這邊的位置情報抓清楚 後面的大部隊再跟著往前做前進 其實他們這樣子的一個戰術 我覺得要非常的小心喔 因為他們現在本來就已經是 調了一個人員了喔 那他們可能會面對到 左邊的JUP跟右邊的這個 呃 KNS 黃隊是 對 KNS 14號隊 是的 這邊近距離對決 這邊是勵志 要來打到的是前面這邊 夭射 啊 是不是卡到自己的隊友呢 躲了一波 完了 這一波先避一下火箭 欸 沒有被看到 哇 哇 轉身 死掉的是N Pro 立志 跟蘇德龍的對決 現在看起來是蘇德龍取得優勢啊 蘇德龍拿下兩個人頭 哇 緊16 哇 立志沒有任何人殘存了 立志直接倒地 哇 是這個 呃 我們的學校之人 到底誰才是學霸 我們看到的有這個黎明的嘛 還有立志的 然後剛剛還有這個蘇德龍的 目前 看起來是蘇德龍 稍微領先 這邊LIT 有一個倒地的 Winter 哇 但Winter被放倒 哦 這邊是 到 欸 擊殺的是GEX GEX這邊 抓到了 不是吧 剛剛11號是GEX啦 對啊 就是我剛才說的 他們這樣子的分辨非常危險喔 因為你面對的是 對面都是四個人的滿圓的狀態喔 那右側這兩個呢 是直接遇到了我們11號對GEX GEX沒有急著進圈喔 因為他們剛剛其實可以從 遺跡那邊直接進圈 但是他們卻是選擇了先往後 來收後面的人喔 大家都想走海線啦 對 他們好像想要先靠這個橋這邊的位置 然後觀察一下附近有沒有人 他們想確保屁股後面是乾淨的 嗯 嗯 沒錯 是非常 我覺得算是職業隊還蠻容易出現的打法喔 就是先卡好點之後 反正圈還沒收我先收屁股 還蠻多職業隊都喜歡這樣子打比較穩 對 就是一個收邊線或是斷後的一個概念 對 而且剛剛其實LIT打的確實很難打 因為他們有一個成員先去探情報嘛對不對 但是其實他們後面的成員是 想要過河 又不知道怎麼過 因為如果你開船 一定會被GEX掃船 所以就變成是進退兩難 只能卡在那裡 最後還是被收掉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是XPG 要面對上前面的對手喔 UNG跟XPG的對決 小洛直接被放倒 哇 帶走了 Rose這邊打得不錯 現在跑一波 他們兩邊的對決其實是在地圖的偏右下的圈內的 所以現在就剩下小藍了XPG 對 那目前他們是沒有跑圈壓力的 目前跑圈壓力比較大的大概就是 GEX還有東泰的兩位隊員 還有LIT的最後一名孤狼 是我覺得現在其實各隊伍的狀況就是要看下一圈怎麼說 如果下一圈是往下面說的話 UNG應該會取得比較大的優勢 但如果往上說的話 就變成我們可以看到是K7他們優勢了 OH!HQ造育戰 那HQ這邊可能會同時遇到兩組 那這樣子收人的速度就非常重要 哇!JUP直接 哎呀這是Mercy 直接進來就把這個小智 小智給收了 哇!HQ 被淘汰了 HQ 到底 今天跟JUP真的是四仇欸 很有緣欸 對啦他們是把把都遇上欸 哇塞 他們已經被JUP滅團兩次了 對 不知道是不是有特別針對的情況 不太清楚 但看得出來HQ他們的磨合狀態好像還沒有到達最佳 早上不好打 反正要說 JUP這HQ剋星嗎 哦 哎 看一下JUP這邊遇到了K7 這邊圍牆已經有一個倒地了 剩下另一個也被補掉 還有一個人殘存的在爬著 是 所以這邊應該是可以扶人的 沒有太大的問題喔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KNS狀態 KNS這一個爬在這邊的人沒有被發現啊 他們現在是先去扶自己隊友了喔 然後這裡有一個蛋蛋在遠處 是 這裡 還有一個M字腿 M字腿跟蛋蛋 這是一個90度的交叉槍線 有沒有機會可以救到這個殘存的隊友呢 他還在努力的爬著 是往前推 這一波高被壓槍 好 給壓力 不好 這個ZIP直接發現了 他們在爬的那個隊友跟蛋蛋 哎呀 直接倒地 剩下最後一個M字腿 還在遠處的防區 要來繼續對槍嗎 直接翻出來 這邊JUP看起來打錯了自己的氣勢喔 滅了AHQ想要再來滅KNS 這邊是多了一個煙嗎 對丟了一個煙 他們要準備往防區直接推進想要吃它 對肯定是煙霧的 畢竟前面有敵人嘛 所以用煙霧來幫自己做掩護 然後往前推進去吃KNS 那KNS這邊只剩下M字腿一個 看來只能跑了 只能跑了 先跑吧 夠著吧 今天的JUP勢不可擋 對 其實JUP雖然目前好像還沒有吃到雞 但是 把把都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各種 這個對槍還有邊線的一些處理都非常的漂亮 我覺得 他們就是一個前段班的隊伍 就是一個前段班 因為在 就是之前的比賽打完之後 昨天嘛 我記得JUP還在第六 第五不好意思 第五AHQ第六 然後今天他們的名次 我看他們有來到第四名左右的位置了 所以其實JUP算是個後世看長的隊伍 而且今天的狀態非常火燙 那 以左邊來講 JUP如果能夠成功的把對敵人都清灌的話 他們是有機會 拿下這把的一個弱勢編的 但有一點喔 這裡看一下 哦 UNG Rose 倒地 你最愛的天堂 看起來變地獄了 哎呀 那是肯定的 這個天堂 把把都是地獄啊 而且一下來就是 地獄到不行 哇 Coco也倒 哦 UNG這邊是連續倒了兩名隊員 來看一下 AG 哇 哎 側邊能不能補死呢 這邊奈何 漂亮 直接把Mark補死了 對M722的牙槍好穩啊 非常穩 動動動動動 連續 壓了等管 表現漂亮 等管直接打掉 哎還有再壓一個 哇 還有大沙特殺了奈何嗎 哇 可以喔 又把右衣給解決了 AG的槍難 硬起來了 是 來看一下 這個圈已經快要收完了 目前是 除了東太以外 其他大家都進圈了 對喔 GEX 結果GEX反而是 沿著海線 學剛剛LIT的進法 他們把LIT的牆喘了 喘搶了 喘搶了 然後繞北邊進圈 然後繞到了北邊 是不是啊 對 繞到最北邊了 GEX 這樣子繞吧 可以讓他們很安全的從北邊去進圈 對 他們這樣子的做法呢 他們可以去等待下一圈的位置出來 然後再決定要從哪裡上岸喔 不過他們現在這邊上岸的話 要小心K7喔 K7如果有看到海上的話 估計有機會跟GEX打一波 喔 這波V1G成功把這裡KO的成員收掉 嗯非常漂亮 直接上去一陣爆打 是 這次還想當伏地魔啊 對 那KO目前已經被淘汰了 比較可惜一點喔 KO 對也是 曾經他們隊中的牛奶 也是原本KA4隊伍的核心喔 KA4的話也是在各個遊戲裡面 很致命的一個隊伍了 但目前他們的狀態沒有到特別優秀 對啊 KO今天的表現沒有昨天好喔 昨天的牛奶其實還蠻不錯的 嗯 欸這是LIT的孤郎 他還在游泳 欸他找到了一個橡皮艇 但他應該 欸 我騎著我的 欸 欸 不是 他要去哪呢 對這 不是摩托車是橡皮艇 他想要往北邊走 你要去哪呢 對 這就真的是一路向北了有沒有 直接想要從上面一個弱勢邊做進圈 他想要從那個 小小的港口進圈 對 哇這一圈也是說得很異式欸 嗯 他怎麼樣說都陰陽圈 欸 被發現 欸 LIT被發現了 是Mercy Mercy眼睛很尖啊 對 直接海上一陣爆打 那怎麼辦呢 他還沒進圈啊 LIT還沒進圈 他會不會在海上被堵死呢 嗯 壓力有一點大 對 他現在看一下只能拼游泳速度了 那AG這邊是還把倒地的隊員給救了起來 AG跟VG也會還在打遭遇戰 其實我覺得小地圖就是這樣 殺的人多了隊伍 就容易拿下比較高的分數 我們等一下可以來看AG 在這場比賽結束 雖然雙人名次可能不一定會擠到前三 但是可以看到他們最終的分數到底是多少 其實還是有機會的喔 目前你可以看到AG還有三個人喔 他們還有三個人 哇 高被壓槍可以在M4穩定 綜合性質最高的槍是 好 來看一下本場擊殺排行 AG目前是第一名喔 殺了六個JUP 緊跟在後是殺了五人 再來是UNG的三人 跟ND還有KNSVG PSTR 是 做得龍GX的兩名 我覺得AG他有抓到小圖的META 小圖的META我個人的理解啦 衝衝衝嘛 就是你如果不是在圈的偏核心位 你覺得你不是甜蜜圈 那你就要殺人 殺越多越好 因為小圖太好殺人了 比較小 比較激烈 那如果你是圈核心的隊伍 你可以去狗排名沒有問題 然後去收一些人頭費嘛 就是過路費等等的 對 這是小圖比較適合的打法 就是我們的這個熱情雨林地圖囉 而且我覺得小圖的斷後非常重要 因為你小圖如果屁股不乾淨 你很容易就被雙方包夾 因為圖真的很小 對 太容易了 所以你才會看有一些隊伍 他們進圈很慢 對 他不急著進圈啊 他先把後面的殺光 剛剛的GEX就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先把這個LIT的兩名隊員給收頭 人頭才是最重要 因為他們知道他們都要大老遠去跑路了嘛 對 然後GEX果然跑完之後呢 來到北邊也是可以做登島的動作的 而且避免被包夾 前後包夾的情況喔 因為小圖被包夾真的很難躲很難跑 對 看一下這裡 欸 欸 這邊還有一個在游泳的 三隻腿 塞骨敗了 塞骨敗了嗎 買單了 變成綠箱箱了 是 GEX這邊直接在海上撿了一個人頭 那下一圈是收在比較偏內陸的位置喔 你看一下我們LIT的那個游泳艦這樣還在游啊 很厲害欸 我可以說你是這個PMPO的菲爾普斯嗎 很會游啊 他是長途跋涉啊 真的是 好 那我們安全區即將在9秒後縮圈 來看一下各方的位置 來AG跟這個東太 各持一方啊 欸 AG這邊想過馬路嗎 打一波打一波 被側邊先打了 不過AG這邊沒倒反而是東太的先被AG給收頭 欸 JUP自己補 把濕潤打到 把濕潤打到 濕潤打到 濕潤倒了 JUP要跟GEX做對決囉 欸 沒錯 可是JUP要小心啊 因為後面還有一個LIT 還有E 還有那個 GEX的隊員喔 都有可能聽到槍聲紋聲而來 畫面一下帶左一下帶右的 所以 我們現在 對槍的速度要非常快 不然很有可能就會被 黃雀給叼走 對 現在這一圈 喔 TTS跟AG的對決很關鍵 因為這邊是個弱勢邊 而且這一圈這樣說 他們很有可能下去還在圈內 來看一下對決 呃 來看一下側邊 這邊是 AG對上 這個東泰 對 TTS喔 東泰剩兩個嘛 然後 AG其實有人數是優勢的 而且他們還站著方向 欸 這邊 欸側邊AG是抓到了一個 直接爆頭欸 可以 非常漂亮的爆頭 拿下了一個 剩下最後一個 烏狼 打得漂亮 軍H打得漂亮 哇 所以現在右邊AG吃下來了 欸 我們剛剛這邊看完右邊這個核心 我剛剛還想說 K7跟ND是 呃 位置站得很好 他們在圈心喔 結果沒想到K7跟ND剛剛 一陣爆打之下 K7剩下一個人了 是 好另外一邊這邊BG跟GS的對決 是被放倒了 在後面的話 QZL的人員也有出現 這邊一個大混戰 高高這邊 非常驚險的 在彈血的情況下 拉了補包 有沒有辦法收掉 哇 高高收掉GEX的 濕潤嗎 是的濕潤被高高收掉 但是高高也被後面的這個陛下給收頭了 是哇 這是 你咬我我咬你 兩隊一起下去嗎 我看到GX跟LIT 兩個隊都還在圈邊 扛包扛毒 我覺得不太妙啊 他們可能要被電死了 有沒有辦法 欸這個是剛才游泳健將嗎 他還在跑他還在跑 地上有補包撿不撿 欸等一下 陛下是不是有聽到腳步聲 陛下蹲下了 他在賭 他在蹲人 是嗎 我覺得他有聽到腳步 他在蹲人 我覺得有 欸看到人了 哎呀來不及 站不起來啦 我也沒想到 欸居然是剛才的游泳健將 對衛紅他殺了一個 對衛紅他殺了一個 衛紅還在 他還在狗啊 衛紅成功了把GX的人員打掉 GX是死一個敗的欸 緊急淘汰 GX你收我這麼多人頭 LIT表示 不過我覺得 真的不行喔 偉紅應該是跑不到圈內了 這圈收得飛快啊 除非他能有車 難度很高 但是我剛看到附近沒有車 很可惜 喔 欸這邊是QZL 剛才換人的隊員 對喔 可以 抵血救援啊 抵血救援 抵血的時候 把這個隊友給 拉住了 不要讓他血繼續往下掉 欸看一下喔 ND剛才在圈內 把K7整隊給收掉了喔 所以站了一個 非常漂亮的位置 對 那JUP要來吃ND喔 這波很精彩喔 哎呀 跑不進圈差一點點 被電到了 大將直接倒地 倒地啊 不過剩下的三名隊員 是順利的進到了 房區內 直接跟ND來了一場 輸死戰 來往前面要捏雷 來捏了一個雷 在等對方的擋 丟了一顆 把我往前衝 對方順便打 但對方有三個人 一打三萬 打一下 上線 哎呀還是倒地 隊友過來就支援 但只剩下一個弟弟 提前槍 沒有拆到敵人 敵人現在在拉人喔 這很聰明 欸這個遇開 隊友是不是 也要先出來 喔 關門 JUP這裡也不是閒著的喔 他知道隊友在幫架槍的同時呢 這個Ziv已經是爬出來了 哇好緊張喔 剛剛 精彩對決 其實兩邊再倒一個人 幾乎就分 分出來 但是兩邊都選擇先把 先拉人 沒錯 不過JUP還有一個人倒在房子內的 嗯 那這就可能 拉不到了 對 Water直接Sigby了 倒地 Water 那AG 過來盪黃雀 奈何 手兩邊 從側面 在ND還在跟JUP對峙的時候 直接從屁股後面 進攻了 而且同時 AG在進攻的時候 JUP也前推了 把ND最後一名隊員也給幹掉 哇 那瞬間 ND滅團了 對 結果弟弟這邊也是被手雷 GH的手雷給炸倒了 AG現在大局 進攻很有機會拿下這把吃雞 那AG跟JUP 目前都在搶這個房區 到底 想 欸想跳 跳不出去 沒有辦法搬起來被炸倒 好可惜啊 那還有一個人 還有一對 QZL還在側邊 他們慢慢的摸進來了 但是 那AG現在還在救人 有沒有機會把血量拉起來呢 因為QZL瘋狂的往前推 是 老九 剛剛有成功的去做補強 然後把隊友給救起來 所以現在變成是由QZL 這邊的兩名成員要對上的是 我們這邊看到的 AG三名成員 沒錯 是 AG這把如果真的可以吃雞的話 真的拿下超多擊殺分數喔 喔 輸死戰啊 我們剛剛才講說 AG還沒有特別亮眼的 那個 表現 馬上他們就 火起來了喔 我剛剛就說在右邊 他們只要打贏那一隊 就可以拿下 果然來到最後決賽圈了 現在他們要面對的是QZL 但QZL的圈型是比較好的喔 運勢在他們那裡 不過他們還是有人數上的優勢喔 對 人數優勢跟圈型優勢 究竟是誰勝誰負 看到QZL這邊選擇一個 趴地戰術 佛丁摩當起來 這邊手雷 炸倒了GH 欸 漂亮 其實我覺得 AG這把的手感是挺胖的喔 可以看一下 這裡還可以救人 這個 位置卡得滿好的 其實他們這一個 岩石喔 剛好有岩體 對 剛好它是一接一接的 所以有個岩體 拉得起來喔 但現在要這邊平槍了 不過這邊 一定得往前了 因為不往前要被電 哇 欸 側邊QZL 一個人過來 有沒有機會 欸 老九先被打倒了 不過側邊 欸 漂亮 最後是 最後是 由AG 成功的拿下了 本場比賽的第一名 所以我們恭喜AG 成功拿下了 這場比賽的吃雞王座 而且在奇殺數上 也是來到了 哇 9加8 17殺 哇賽 再吃雞 這個成績 真的太可怕了 很高欸 真的很高 那第二名呢 是剛才比較可惜的 QZ QZL 他剛剛圈其實說得滿好的喔 不過很可惜 人數上有一點劣勢 而且在往前推進的時候呢 AG的處理 又來得更好一點點 對 真的表現不錯 其實我覺得AG他們的打法 跟LIT 有那麼一點像 就是 屬於比較侵略型的吃人的打法 對 這也是為什麼LIT 他們注重的好像 不是說我要滿邊 在最後決賽圈 成功存活下來 而在注重的點 反而是 我有辦法去殺 越多人越好 我在決賽圈只剩兩個人 沒關係 我就東偷一個西偷一個 盡量把自己殺數給撐高 其實跟他們對賽制的理解可能也有關係吧 對 來看一下我們這一場AG的一個總傷害量是來到了3千億 3千億治療量是958 擊殺數是17 擊倒數是16 哇 非常的高 你有沒有發現大家的槍法都越來越硬 就是 對 手感越來越燙了 我們的各種數據越來越往上了 對 我知道了啦 那個GINH我們剛剛說他是個第二槍男 他不服 我要當第一槍男 沒錯 誰說我是第二的 我可不認啊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的 這 就今天整體來說都表現得還不錯 但是還沒有吃雞的隊伍 是JUP 他也是來到了第三名 是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目前的單場積分喔 第一名喔 當然是剛剛吃雞 而且擊殺數17的這個AG總積分是拿到了32分喔 非常的高喔 那他現在應該就是 因為他剛剛一直是總積分的第二名喔 很有可能就是越來越接近第一名的IT了喔 那第二名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喔 就是我們一直都覺得他滿亮眼的 今天 AHQ的克星 對 JUP JUP今天真的是瘋狂克AHQ 他已經就是滅了他們團兩次了喔 那好幾次我們也都覺得他們的出力是很好 而且槍法也滿硬的喔 不過很可惜就是都還沒吃雞 對 JUP就差一個吃雞啦 就差一把雞而已 我們等一下可以期待一下 我覺得他們今天應該是有機會吃雞的 我感覺到了 嗯 感覺到了味道了是不是 感覺到了有那個feel 喔 期待一下喔 沒錯 那我們來看一下總積分 是的 好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上一場AG吃雞之後 目前總積分喔 可以看到LIT是來到了200分